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嘩,這麼好的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近日在香港 或者世界各地發生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節目呢 目的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真正能夠解決到的問題 就不是只是和大家批評一些事情啊 或者某機構啊,政府啊 大家發誓一論就算數了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一些討論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最後能夠提出一些具體一些的解決方案 有時候我們會和大家分享一些好的 好的書籍啊,或者好的電影啊 希望呢,由這些資料裡面呢 可以拿到某些啟示 學到一些道理 可以應用在香港的 那我們今晚呢 就和我做這個節目呢 有金慧盈先生啦 那我們大概會討論兩個題目啦 那第一個呢,就是最近的 都幾熱門的話題 就是關於那個最低工資 都討論了一段長的時間的了 那第二個呢,我們都知道呢 最近呢,除了我們以前提過的出戲 《絕望真相》的出戲啦 講過溫室效應啦 那接著呢,英國的那個 Stern Report啦 下七八二指的Report啦 那傳媒都有報道過的 那也都是講同一個問題 那也都講的問題呢 是幾迫切啦 一般人過去都經常想 這個可能是五十年以後的事啦 那可能自己都不在了 那可能自己的小朋友可能會有影響到 那這個Stern Report就說呢 其實不是的,大概是十年左右的 那接著呢,就在那個明珠台 是嗎? 是,明珠台 過去每一個星期 星期一,八點半 上個星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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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做了三次了,是嗎? 不是,不是,頭一次 上個星期八次 上個星期八次,八點半 逢星期日,BBC 是的 那今個星期第二次,是嗎? 今個星期第一次 哦,第一次 哦 哦 那接著就下個星期一呢 就會繼續做 另外一集 另外一集 OK 那也是講這個相似的問題 那就是很明顯 這個問題呢 就是很迫切性 就不是再說會不會發生 直接說是幾時發生 那樣 即使我們有生之年都會見到 很可能 不是有生之年,可能很快 那待會我們就看看 如果真的會發生 那我們其實有什麼應對方法呢 那我們可以大家一起去想一下 那有興趣跟我們聊一下 就可以打電話來 23854492 或者用ICQ的方法 308084705 OK 好了 那最近 即是你 我們經常在電話上 有時都聊到 你說有些電視節目 有很多人討論一下 那個最低工資這方面 那你在坊間聽到 大概一般人 去怎樣看這個問題呢 大多數都贊成 就是認為 就是認為 尤其在清潔和保安 保安這兩個工種呢 那個 那個工資 就是太低了 那 就是工會要求 就是 將這兩個工種去立法 有一個最低工資這樣 但是 再講講一下 咦 又好像不是很可行 如果你純粹只是這兩個 即 即職工盟他們那個 幹事 有一次在 在一個討論 即是互動電視 有話直說那裏 那裏 他就說 即是 即他都同意 如果你 單是立法那兩個 那其他又會要求的了 那 那 他說其實你沒有可能的 那一立法就是全部工種都要有一個最低工資 那 但是又衍生到其實都很多問題 我看過一篇 譬如 哪 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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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經濟那個 那個 那位 那位叫什麼 倉什麼 曾淵倉 曾淵倉 就寫過 他這個 他這個我同意他講 就是說如果你一有最低工資立法 呢 我們的融工 即 就是 印融 非融 他有要求的了 如果不是 他會 他會 可能會引用人權法 那些來歧視他們 嗯 就是要看齊的 是 那 曾淵倉就說這個是災難 就是會 很多的 後遺症 對 災難 因為在表面一般人要看 其實最低工資 全世界 整百幾個國家都有 對 連我們祖國都有 對 就是各個國家都有 那為什麼香港沒有呢 還有 社會 民主 連線 一個新政黨 那 有一次 又是在 互動電視那裏 他們又是講這個 topic 那我問過他們 就是 我就反對 但是他們又有一個看法 就是 當這麼多工人 水深火熱的話 就是我們必須要 就是 就是 叫做 指左先 就是 類似 類似 西伊那種方式 就是 指左先 指左先 是 但是 問題也是沒有解決的 這個 坊間就是這樣看 還有 還有一個新的point 就是 立法會議員 代表社福界的 張超雄議員 是 他近日 就說 就是 他說 要 政府 要補 當 如果要立最低工 就是要 領定一個 就是 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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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評估 去評估那些傷殘人士 和那些 弱能人士 那個就業技能 因為 我也覺得很突然 為什麼他會這樣提出呢 其實他也看到那個問題 如果你立了最低工資的話 第一班受影響的呢 被剔除在人力市場的呢 一定是競爭能力最低那班 就是 譬如有身體殘障 或者一些 智商上的 殘障的人士 會 會 因為這條法例 被剔除 這個 他也 預見到 會有這樣的事 發生 他就期望 就是 政府要用一個 三思 三思 以後行 不如你 客觀評估一下這些人 做一個評估 他有幾多成的競爭力 然後 我心想 是不是很複雜 他看到會被剔除 這班 低競爭人士 是 一個 真是 解不解決到 我都很懷疑 是 一個很複雜的 就有這個商殘人士 看他做什麼 譬如這個商殘人士 是用電腦運作的 他的商殘對他 其實不是一個真正的商殘影響 你可以看到 其實會有很多很多的問題出現 譬如 好像麥當勞 或者其他 有一些企業 他是去請這些人士 但是 如果你一納最低工資 即 社福界代表 張超雄議員 到意識到 有這樣的問題發生 立刻被剔除 在人力市場 這班 他都有這樣 看到 其實是否解決到 又是未見其 你才見其害 你為了保障 你為了保障 一班競爭低 是反而因爲你這條法例而被剔除了 是 其實我們最緊要知道 譬如我們 其中一個 我們有一個 講法就是 其實全世界一百幾個國家都有 這樣 好了 我們看看 那幾一百幾個國家 有了之後 對他解決那個 經濟的問題 解決貧富遇傳問題 有沒有真正解決得到 其實兩方面都沒有大影響 第一 他資本主義的運作 就不會因為有這樣的 所謂最低工資 而有大的影響 但其實很多國家的貧富遇傳問題 完全是沒有因此而改變得到的 大家要作為正極借鏡 不要說跟得就跟 當然 在一個政治的舞台裏面 這些是很多時候 拿選票的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有些人 就是好像 很表面看到有這樣的表面問題 那麼最快的處理方法就做了 但是我覺得 問題就是這樣 我們很多時候 用這樣的原因去做事 其實會將我們的問題 是越來越深化 越來越難以解決到 和變了災難 沒錯 那麼 你看一下 就是最近發生在法國的地方 是不是 那就是你說 我有一時這樣想 你給他最低工資 我不知道多少 他說可能五千元 或者四千元 不是 他以上港幣一萬二千多 不是 我說香港最低工資 他想說 他應該是五六千元 五六千元 OK 如果你說五六千元 香港來講 是否真的可以生活得到 其實港幣來講 一樣都不行 那你就看看 香港一般的大學生 一般他畢業了之後 讀完那麼辛苦 香港讀大學的人 已經不是那麼多 畢業的人也不是那麼多 那香港一般大學生的人工是多少 八千至一萬二三 可不可以養到自己 其實都是不夠的 要留在媽媽 是的 你可以看到 那個問題 不是說你用這個 做了這個動作 那個問題 就是可以有改善的地方 其實 其實可能 絕對一點都沒有改善 也可能 給了人有一個指引 譬如我請人 我不知道最低工資是甚麼 我就是按照一般的想法去請人 譬如清潔工人來講 我從來沒有在任何情況下 我沒見過有些人是賺四千元港幣的 即是我們在業主辣泛條裡面 也要處理到清潔工人的工資 以及也要處理到保安方面 即是大廈管理 據我所知 他們的人工絕對不是那麼低 即是我從來沒見過 我自己公司裡面 那麼多人 也有成二十人 我從來沒有人工是那麼低的 好了 但很有趣 有一個很低的數據 這個好像是工聯會 陳婉霞說出來的 他說 香港原來有三十五萬的工人 月薪是低過四千港幣的 這個我不知道 即是我不知道 香港那麼多人的人工 是低得那麼膠關的 但有一件很有趣的 他說 工聯會聲稱下 他設立的投訴熱線 已經收到十宗工資過低的投訴 十宗那麼多 如果有三十五萬人是那麼低的 只是十宗人投訴 應該有三十五萬宗投訴 三十五萬宗很滿意 甚麼原因都好 他覺得他也不需要再投訴 我經常想想 怎麼會只有十宗人投訴 如果有這麼大的問題 投訴的人 如果有三十五萬人 在這個處境之下 應該會有很多人投訴 我曾經再提及 你看法國 法國 我想大家都這樣想 給他們最低的工資 最後 你說法國一萬多萬 一萬二千元 請個大學生 不要請大學生 我想最低工資 他們不知道多少 他們也有的 都不低的 還要不炒得 所以那次暴動 是因為 雇主可以在 使用期內 有條法例 定了兩年至三年 是不可以炒的 企業是不可以炒的 想修訂 可以自由解約 馬上暴動 馬上暴動 最近有一個調查 歐洲人 其實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麼呢 最擔心是他就業的問題 最擔心被人炒鱿 原來在瑞典 丹麥這些國家 原來調查裡面 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人 最擔心被人炒鱿 你可以看看 你做了這些法例 結果帶回來 真正的問題 其實沒有因此而解決得到 即就業職位反而會少了 沒錯 上次我和大家提出 其實貧富漁船的最主要根源 其中一個就是 例如我們說 那個 interest rate 利率 其實利率 令很多國家 國債越來越高 而很多個人 都是有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利率 這個問題 我知道香港最近 經濟好 我們都提見 每當經濟好 我們習慣去食指 有些地方 必定渣落 我有一個朋友 他認識一個會計師 他會計師專門幫人核數 當然看到別人的數 大概情況 香港很多人 辛辛苦賺得來的錢 大部分都是交到租 其實你想想 其實這樣的情況 和利率過高 令到你永遠脫不到貧 其實那個概念是很相似的 很多人做生意 所賺的錢 根本是掌握不到租 你已經看到了 在香港現在 貧富漁船的問題 其實在哪裏呢 其實很簡單 重心就是我們 現在香港有很多 無謂的法例 令到很多人做生意很困難 Dr. 我要阻礙你 我們在討論一個 練 所有立法會議員 政府 所有政論界的人士 都說 討論 貧窮這個 千百年來 最惡搞的問題 就是 永遠都搞不定的問題 我們現在又在討論一個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香港的健康大人 經常都說 其實這個問題 為何解決不了 根本我們都未搞清楚問題的根源 你經常在問題的周邊 搞來搞去 搞來搞去 所以搞了這麼多年都搞不到 又說扶貧委員會 開了成年會 原來就是 叫貧窮戶 你供一元 政府供一元 可以說聯合國都搞了這件事 其中一個宗旨都是 要解決世界貧窮問題 搞了這麼多年都搞不到 其實很簡單 我們根本都未搞清楚問題的根源在哪 我給你一些實例 我剛才說 我有一個朋友 他認識一個 auditor 他說大部分人 做得來都不夠給租 我也認識一個朋友 他以前是一間 就是一間 渣點那些 金融公司 做得很高級的 做金融公司 那類的 財務總監 分析那類的 他很有趣 他就放棄了一份工 他就去做一些雪糕的fanchise 在外國美國 拿一些雪糕的檔回來做 說是惡夢來的 他放棄了一個高薪 很高薪的工 那就做一些小生意 他一路一路做一路做 發現問題多到他是驚人的 第一 他發現他經常要上法庭 經常被人告 我知道為什麼 他做雪糕 又要劃成二十個牌的 總之很多很多事情 令到他 他說 你根本是不可能 在這個正常的運作之下 是不犯法的 因為 譬如 他說 在他的法庭裏 他經常見到 麥當勞的代表 通常 法官就問他認不認罪 麥當勞代表 法官認罪 請大人興奮 這個遊戲是這樣說的 香港的規例 和你的運作是無法銜接的 譬如 我要你衛生方面的設施 要怎樣怎樣 他可能就好 我安排 兩個月後來看看 跟著消貨 跟著消貨 那你怎樣做 你不是要先交租 你交了很大筆的租 三個月按斤 裝好 然後去裝修 裝修好之後 就要等他 等他一兩個月看看 應該不行 應該要半年 好 只要你看到 根本在香港 這麼高的租金之下的運作 你根本不可能 就是等他符合這些規矩 你才可以碰 你是不會這樣做的 其實大家就不斷地來做這些 就是犯法的 但一定要做 你不在做 根本經營不到 我給你看這個例子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不想想 我們經常做很多這樣的條例 目的是保護那些所謂 那些 消費者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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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 其實香港的 勞工條例裡面 其實是很 保護那個 那個奴方 的 脂肪其實是 很 即你有機會 你遇到這些問題 你可以看到 整個的做法 都是保護那個 那個奴方 因為他覺得 他們是一個 小人物 他們的能力有限 你的脂肪當然是 所以他通常同情於工人那方面 但他從來沒有去想想 如果你 你 你 你把這個 這樣的制度 搞到 你想做小老闆 是很難的 很難的 越來越難的時候 你 你 嘗試有沒有想想 你不需要一輩子和人打工的 其實你可以 建造小公司的 你可以由 那個奴方 變成資方的 香港沒有任何法例 阻止你做這件事的 如果我們將法例 是一路 樹立那些 框框 那些 製造越來越多 如果一個工人 我想去 我開一個小店 來 我不想打工 我不想忍受這些 低工資 我便去做 我便做老闆仔 為何不做呢 但你發現 因為我們現時的香港法例 是令到很多這些工人階級的人 專門做資方 是很難的 Doctor 有個實例 是 前幾年 香港經濟最黑暗 最惡劣的時候 沒錯 又搞一些 什麼 危虛 尤其是工聯會 大家會這樣 還有當時梁錦松 就說 我們不要派魚 教別人釣魚 馬上被勞工界 就拱他 有什麼魚 沒有魚釣 當然 有時候我覺得 勞工界 又要自己 真的要去想 究竟問題在哪裏 為何不能做釣魚 他說 沒有魚 當然沒有魚 就是這些法例 和勞工法例 令到你 怎樣做生意 真是做不到 還有一件事 在勞工界 例如我是勞工界的代表 我是代表工聯 工人 如果那班工人 突然間變成資方 他們馬上會轉太陽 加入自由黨 你想想那個矛盾地方 我想幫你 但其實我會出盡辦法 令到你永遠做打工仔 因為我是代表你 我需要你做打工仔 你才會支持我 如果我的法例 令到你隨時可以做老闆仔 為何你不能做 做老闆仔 你便加入自由黨 你便沒有了他 你便看到 背後有很多人 都未想過這個問題 為何我們經常不想 做了很多這些無謂的條例 令到很多香港人 轉不到身 翻不到身 你可以轉的 你不用經常做工人 但如果你的條例 是這麼苛刻 這麼麻煩 我說回剛才那位朋友的案子 他根本就請不到人 因為那些人 乘行不上班 他做一個打工皇帝 去做這些小生意 想一間這樣開 開了一間還未開完 便會請不到人 多多問題 結果他便不做 截了他 他現在做甚麼 只在家裏 在電腦上拿錢賺錢 你可以看到 他現在做的一件事 完全是 我覺得是 對社會有甚麼新政 有甚麼貢獻 又不用騰人 你只不過錢賺錢 其實他便完全不再創業了 因為他的經驗在這裏 香港很多很多這些 無謂的條例 令到香港的 做生意環境 越來越差 他從來沒有想到 為何你要工人 一輩子做工人 為何不讓工人 很容易變成老闆 就這樣簡單 你負甚麼負貧 你負貧的方法就是這件事 好了 我給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上次討論過 有 尤勞斯 諾貝爾和平獎 今年度的得署 除了孟加拉的尤勞斯 鄉村銀行 沒有利息貸款 可以幫到國人之外 其實有其他國家 有很多很好的計劃 是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原來在印度 有一個叫哈拉拉邦 卡拉拉那個地方 在印度南邊 那個地方也是很窮的 很多 就是那個貧共問題 非常非常之嚴重 他最近推行了十幾年來 他推行了一個叫做 民進科學運動 民進科學運動 四十幾年來 推行了這樣的運動 他們運動裡面 全部都是由基層做事 第一件事 原來政府撥了 政府總開支 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 完全交給這些村民 討論 自己需要什麼發展 怎樣安排優先的次序 自行籌劃地方發展的項目 這個叫做人民計劃運動 就是說 政府真真正正 就是給你錢去做事 不是說給你一些法律 叫人請你 一定要多少錢才能請你 你自己是由自己的想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當時在這四十幾年來 他參與的人數是很多很多的 其中有一個很有趣的 他有個例子 他說 在印度很多手捲衣行業的人 差不多有六百萬人 是全職和兼職工人 其實身材的工具 只要一把剪刀 一個竹籃 靈巧的手就專注的工作 一天可以捲六百至二千支的煙 入息當然很少 捲一千支煙 收入大概香港港幣三元 這是一個非常之低賤的行業 亦都非常之辛苦 可以說 原來在他們這班工人 他們幾十年來 有一個很有趣的習慣 工人分為三十人到四十人一組 每一組裡面 有一個人輪流閱讀報紙和書本 讓他們一邊工作 一邊是聽讀書 即不是只聽收音機下 他給他們聽討論 每天晚上 各人把他們的煙裡面 一部分的煙 交給獨報紙那班人 令到他們有同等的收入 零可以減少百分之三的收入 都要一邊聽獨報 這是一個窮人的選擇 這是其中他們把知識水平 是用這個方法來提升 他也是用錢 建了很多圖書館 印書 用低價的方法 自己印刷書籍 令到很多人可以受惠 可以令到很多人脫離民盲 是的 當時報名參加數萬運動的學員 有一成一億二千萬人 移工也有一成一千萬人 最重要的是 他們發現 他們是不想祈求政府 企業 或者NGO 任何財力、物力的支持 他們用自身的力量 作出本鄉 未來十五年的民間規劃 來實踐的方法 即是說 你也看到 人家真真正正要做到 要解決到這件事 其實不是靠別人 亦都不是靠政府 亦都不是靠政府 亦都不是靠NGO 要的裁斷是幫助他 其實他只希望 用一個自力更新的經營方法 其實 香港脫貧的關鍵 一定要製造一個 能夠讓一般人 能夠有自力更新的經濟環境 所以袁醫生 我很同意 等於五、六十年代 我爸爸那一代 以及我們剛剛出生 當時沒有法例 限制你去做生意 等等 你做什麼都可以 加上一些天時地理 但是最主要就是 你有一個環境 給每個人都去自力更生 人會為自己的未來福祉去努力 但是為何近十多年都沒有了 現在又說家庭暴力 自殺 其實我覺得這些 根本是全部有關聯的 沒有錯 因為我們這十幾二十年被灌輸 說 有什麼 找政府 令到所有事情都依賴了政府 因為很多人去鼓勵這件事 連政府也鼓勵 有什麼就找你 有什麼承擔就管 直至現在這樣的問題出現 又說貧窮 對 其實某個程度 政府當然要承擔這個責任 就是它令到這個問題出現 沒錯 袁醫生 我們都稍微休息一會 好嗎 好的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子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這樣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 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其實大家都記憶 當時我們經常都聽到這些故事 有些人去交差向 我阿姨經常說 她有時候去交差向 排隊交差向 她看到很多小販 成大大那些屋企 她有很多房產 我記得當時也聽過 有一個買糖水的女人 她有很多房子 她有很多房子 在我記憶中 當時有些病人 他們在梨園東街買布 也很有錢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整個問題 為何現在多了這麼多窮人 而當時 人們會這麼容易賺到錢 問題是哪裏呢 這個我們可以再在這方面想一想 好了 我們接著下一個題目 其實這個題目 我們之前都講過一下 上星期講過 但是近來有不斷地 除了哥爾電影《絕望真相》之後 跟著就在英國的首席 跟經濟師做出一個七八頁子報告 其實她從經濟角度來看 她說這個問題 其實不是說五十年之後 或者一百年之後 她說這個問題 應該會在十年裏 如果我們還不解決地球軟化危機 全球的經濟會崩潰 她說恐怕損失會達至五十四萬億港元 比起上世紀的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來說 可能更厲害 會令到全球二億人 論爲難民後果 是怎樣呢 大家可想而知 即是很多人就不可以此生於外了 Dokta 今個星期 星期一 即是在明珠台八點半 即是BBC那些節目 就是講全球暖化這個問題 其實很多人都有個懷疑 其實全球暖化 是否根本不關人類事 人類的活動事 其實是那個地球的 天氣的自然的一個改變 或者一個循環 還有有學說 就是太陽的影響 這樣 引致這樣 是 那麼 即是 剛剛過去那一集 即是她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即是用一個圖表形式 講了地球 即是近這千多 千多二千年 那個溫度的變化 是去到工業革命那個年代 即是1850年左右 就 人為那個 那個引致突然飆升了 原來超過二十倍 是啊 是啊 所以就是說 那一集一出 已經可以確定 就是 即是她這一集 即是剛剛過去做那一集 她就是 那個主持都用一個懷疑的態度 看看 是的 但是呢 很多的數據 以及 在南北極的科學家 那個實地的那個 那個陷冊 都是確定了 現在的全球暖化 是人為的 人為引致的 是的 還有呢 就是 跟正常那些 正常的所謂高低的那個 就是 那個 過去的那個 cycle 是不同的 是的 她也看到 就是過去看那個 譬如 二氧化碳在那個大氣的關係 和 溫動 大家跟得很貼 是有高高低低的 她也提出 在Greenland 幾千年前 不是冰的 是有很多樹木 但是她也發現 在十四世紀到 好像十八世紀 歐洲是很冷的 她也看到 原來在1840年 有一幅圖片 有一幅畫畫 結冰的 原來倫敦河 是根本結冰的 有人來想 其實這些是根本循環 來的 是自然的循環 但是 她最後分析 我看回二氧化碳 她說 這個二氧化碳 不是一般性的正常 突然飆了十幾二十倍 很多倍 這個真真正正 是因為工業革命 我們現代人 依賴石油 石化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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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化原料的問題 是導致的 還有 親眼看見 她拍的 北極 格陵蘭 那些冰川 是後退得很厲害的 是啊 還有 南極那裏 出現了一條大裂痕 那個 那個 冰架 是裂到去底部 前所未有的 就是 那些科學家 第一次 是裂到去深層 露了 外露出來 這個 真是 很危險 他就說 他們估計 如果 Greenland 那個 冰塊 溶了之後 地球的水位 就會升二十呎 那就是 如果 過去 大家可能都 應該有些紀錄 到底 一般國家 香港的水位 升得多少 可能慢慢地 一寸一寸地上 但是 看現在的趨勢 很多時候 今次一來 就很快 那就是 好像明日之後 他就說 突然之間 那個大海洋 那個暖流 是直接停頓了 突然之間 冰凍得很快 那其實 他那個 DVD裡面 他有 有 有 DVD 就是訪問 很多科學家 就是另外一隻 另外一隻 戲就看不到 他們發現 很多科學家 其實電影裡面 所形容的景象 當然 發生機會不會很大 但是 事實上 我們現在看到 各地方的風暴的問題 水旱 水災 旱災 旱災 將來慢慢地的傳染病 傳播 是這些原因 是會令到 我們經濟上的損失 會很嚴重 大家都可以看 如果我們說 十年之後 出現了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處理 這位 英國這位經濟學家 他也有一個報告 他說 如果我們即時 在2050年之前 控制大氣塵的氣溫水平 我們只需要每年的生產總值 大概花了百分之一左右 大概是二億七千萬港幣 其實我們都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不做 將來全球經濟的產量 會減少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 經濟損失 會達至差不多五十四萬三千七百億港元 即是說 如果我們勒克行動 我們還有一些希望 但如果我們不是勒克行動 我們是會有災難性的 我們現在想像一下 在香港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突然水位升高二十呎 這會發生什麼事 你就看看SARS的經驗就知道 即是那種恐慌呢 我想這份報告 他沒有計算到恐慌這個問題 這個不要說 香港突然之間 升高二十呎 水位升高二十呎 大家有機會去搭船 或者在岸邊去看 有車就根本已經浸了 一浸 地鐵就沒有了 香港基本上是填海填出來 可以說大部分地方已經浸了 還有衛生環境會很嚴重 市坑水是不能走的 排污全部都停了 你可以看到 如果水位升高二十呎 香港基本上是可以放棄的 你不能再救了 香港有機會走上香港山頂 還有多少平地 是很少的 基本上香港是由填海填出來的 就算有些人說 我住高一點 我現在放棄了 低層的樓我不要 沒有了電力 沒有了衛生 其實可以這樣說 我覺得如果是升高二十呎 香港基本上放棄 當然香港可能要向北上 真的北上 今次大量難民走難 大陸裡面 例如你去廣西省 雲南那些地方比較高原 那裡也有很多種植 我覺得那裡還可以生存的地方 那就是在那一齣戲裡面 他就說到 譬如紐約 倫敦 很多這些地方會浸 那其實我覺得如果是發生 真的發生 香港是沒有的了 即是我們有些什麼真正正做得到呢 有電話 有電話來 Hello 你好 是 Hello 袁醫生 你好 你好 你們好 張貴聖 我是光頓 光頓 你好 你好 其實這次打個電話來 剛剛聽到這個關於全世界性的危機 是 那其實我就想介紹大家看一套故事書 有三集的 是 那裡面有一些很突破性的觀念 大概可以幫助大家 就是想一想 想一想 反思一下 就是我們應該怎麼做 每一個人可以做些什麼 去做過這一場危機 是 這套書本身是西班牙文 是 那它作者其實是南美洲人 名字叫安立斐巴里奧斯 那就是 我們在擺盤文化 就翻譯了中文 是 那它的書名就叫做 第一集就是 阿米 星星的小孩 第二集就是 宇宙之心 第三集就是 愛的文明 這套文書我也是剛剛看過的 一天介紹的 是 現在我在互聯網上 都找到一些很精彩的讀口感 是 我想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他大概他們 他覺得 將來的人類 譬如 好像那個專家的報告 大概會有成二億人 可以說是 所謂難民 是吧 我也都覺得 會一個很災難性的 我們有些什麼做 但是人類有些什麼 就是 那個自保 或者解決的方法 暫時來說 我們有沒有 這方面的 轉機 或者有些什麼新的希望呢 可以說是 挪亞方舟 第二度的挪亞方舟 我們會不會醒過呢 我自己看 我們那個 我們生活的方法 我們經濟的模式 不單止帶來全球的 很多人的 貧富的問題 很多人一生都從未享受過 那 我覺得是一個 很不公道的安排 那 我們人是否 講得挺對的 這三本書裡面 都是探討這個問題的 那是怎樣的呢 作者 這個安立輝巴利浩斯 他這本書 第一本 是亞米星星的小孩 他在1980年出版之後 在西班牙語系 是國家很受歡迎的 那後來 他翻譯了很多國家的語言 只有很多教育界人士 不同的宗教領袖的支持 其中都包括《若望保獨二世》 其實這本書 他在講一個叫 彼得羅的男孩 即是男孩 他是十歲的 他跟一個外星人 亞米 接造一些朋友的故事 那其實作者是 借著彼得羅 這個外星人 亞米之間的來往 他傳遞給讀者 關於內在冥想 和平 靈性提升的訊息 他給予宇宙發揮了解 那書裡面 他都很生動 寫一些 外星人來探訪我們 即是外星人 達星際之間的友情 黃金時代 會來臨的訊息 是否會來臨 因為很多人都很關注 這是一個世紀的末日 因為我們下一次 星期一 BBC的Documentary會講些甚麼 末日在望 末日在望 聽名字 好像末日世界末日 好了 這本書的訊息裡面 我們的人類將來是 會好呢 還是會差呢 我真的很好奇 那就要看人類的選擇 這本書它是通過兩個坐淡船旅行的主角 例如衛星人阿米 幾多段之間他們兩個之間的對話 其實作成一個很簡單直接 有多幽默的方式 它表達了一個高等的文明世界 他們的理想是怎樣的 其實他們都探討了一個宇宙最基本的法則 他說宇宙每一個高到法治的星球 其實都是用一個愛力作為一個基礎 是 這個愛星人阿米跟彼得罗話 它進化其實意味著向愛心靠近 而是高度進化的眾生 是願意體現和表達愛心的 每個眾生它是偉大或是渺小 其實取決於愛心的力量多 它是如果你未求人了解愛 在一個宇宙的法則 消除彼此之間的界限 做任何事都管著愛心來做 這些地球人其實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嗯 即是有希望的 這個太空人的訊息的話 其實我們是 如果我們方向取得正確的話 我們有希望 這本書大概在各地暢銷多少 是否真的很多人看過 上次我就是 好像說二百難本 三百萬 幾受歡迎 是 其實還有一些訊息 我想繼續分享一下 是 書裡面都特別提到 它是以一個 我來基礎的文明 就需要建立一些友善對待 所有眾生的基礎 其中它包括 例如素食的飲食方式 否則不會有什麼進步發展 嗯 它第二本續集其實都強調愛的重要性 它就說 例如創造這個宇宙的 我們叫上帝 其實本身就是愛 上帝創造宇宙萬物 實際上就是上帝化成宇宙石頭 化成你化成我等等 雖然我們不是上帝本身 但是我們是上帝的部份 就好像大海之中的水滴 是大海的一部份一樣 而宇宙之中一切都是生命來的 整個宇宙是活生生有機的共同體 在不同進化層次之間 也會有阻隔區 會阻擋一些不受歡迎的東西 便會破壞 而人類如果進化 意味著要提升我們的震動頻率 讓我們恢復真正的本質 那就是愛 但如果說愛 它的書上說 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有一種就是佛愛 就是上帝佛菩薩 一些無條件的愛 另一種就是偏愛 偏愛雖然都是愛 但是神次是不高的 令人為了求生存 只會懂得關心自己 關心身邊的人 如果偏愛太過發展的結果 是會令到別人會犯罪 甚至引起戰爭 所以其實一個世界 它的科技水平 如果是超過人類的戶外精神 就會互相攻擊 甚至毀滅 所以我對這個星來來說 是一個避免毀滅的唯一力量 就必須作為一個建立高等文明的基礎 那書後來講 都解釋了星球的進化過程 它就說第一級的星球 都沒有生命 而第二級的星球 就有生命 但是還沒有人類 第三級的星球上面 就出現人類 而去到第四級的星球上面 的人類其實已經結合起來 是組成一個以愛 作為生活法則的大家庭 而這個外星人對比特勒說 它宇宙中曾經有幾百萬 好像地球的文明 是不會經過這個考驗滅亡的 舉例比如地球上面 阿達蘭提斯 現在是怎樣 這個阿達蘭提斯 就是之前一個欺烈的哲學家 拍的圖都提及過的 當時阿達蘭提斯 都是很發達的科技文明 但是因為他們愛心和智慧 發展得不足夠 終於引起戰爭 就嚴重破壞地球 就令到地球一切要由原始時代開始 書裡面都提過 這個現在我們都會發現 符合這個情況 它說每一個星球 當它即將提升等級的時候 會發生一些前所未見到的現象 這個情況就好像地球伸了個爛腰 就引起地殼的震動 那樣東西 但是那個時候 星球會釋放一些新的能量 還有一些很敏的 很高等的震動的波 其實這些高等的震動力 會有兩種效果 第一它會令一些進化水平高的眾生 是喪失理智 最後犯了致命錯誤自我毀滅 近幾年那些都見到這些事情 但是對於進化水平高的眾生來說 這些震動波是提升它的等級 這個阿米就表示地球是處於第三級 是準備進化到第四級這個時期 亦都是即將帶入宇宙有可同盟的行列 你而言宇宙有可同盟的回復 都會盡量幫助地球提升 所以這套書的法案其實都是一種工作 目的都是要喚醒人心 情況就是這樣 大概 其實這個可以說是一個考驗 我看過了 我感覺上現在要我們自己地球人醒覺 就像歌爾國出戲裡面說 我經常說經濟經濟 他說如果我們沒有地球 我們何來經濟呢 但是要各國的國家自己去醒覺做些事情 其實似乎已經是很不可能 我感覺是不會發生的了 好像在美國在京都的條約裡面 美國和澳洲都拒絕簽署 大家要降低那個二氧化碳的釋放水平 美國自己都不肯做的 我覺得上帝可能又給多一次機會我們 以前有一個挪亞方舟 我們下次再來一次 可能經過這次之後 我們這些地球 我們可能會再想一想的 其實我們地球有很多方面的能源 不需要只是靠那個石油的 不需要靠這些這樣的 我們叫phosil fuel 其實我們地球有很多這個新的科技 是過去已經很多人發現了的 但這些科技是不斷被 你就是有那個既得利益的團體是抑制了的 譬如我們知道 是有人曾經可以用水 來到開車 或者開個電單車的 只是拿水的 你這樣拿水就是一個能源 將水來化解了它 將氧氣釋放了它 我知道澳洲也有這樣的 我也認識的朋友 是見過這些這樣的 汽車的 我也知道 其實我們已經有一個科技 可以無窮盡 這個科技 我們一直都是沒有被推動 因為我們的石油 那個所謂的 其他利益的原因 我所知道美國 每年是入口那個石油 是差不多 2000億美元的 如果這個科技 給它抬頭的話 可以說阿拉伯國家的 2000億美元 就沒有了這個生意的了 其實我們還有希望 或者我們下次 我們會邀請這方面的專家 如果有小時間 我都想分享一下 在網上 如果想看一些關於影片 關於免費能源 可以用 在Google Video 用Free Energy The Race to Zero Point 可以找到一段影片 說得很精彩 大家可以找一下 Google Free Energy The Race to Zero Point OK The Race to Zero Point 是 有什麼概念叫做 Zero Point Fill 其實這方面的科技 在網上已經可以看到 這個科技已經存在 為什麼我們不去用呢 好了 我們時間關係 或者下次再跟大家探討一下 我們面臨這個大災難 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呢 謝謝 準備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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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